十万青年展出来 巴西反贪抗议少不提 不满大众运输费用被调涨 上周圣保留的抗议演变成全民防 警方向发了攻四的 向群众发射催瑞瓦斯和信交子弹 造成共120位民众和记者挂草 抗议浪潮延绕至11座大小城市 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 对缺乏建设的公共设施 贪污的政府和滥用暴力的警察 法逐怒吼 现在巴西的政客担心 这股示威热潮会影响到他们宣传 2014年的氏族和2011年的奥运 与其夺盖文字馆 让数以千进的人民远离失所 也许巴西政府应该把钱花在必要的公共建设上 还比较顺激 这波示威热潮会改变巴西吗 快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 Follow us on Tumbl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